当提及LGBT群体,众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同性恋的形象,然而,这个多元化的群体还包括了跨性别者,提到跨性别者,金星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代表人物,但在他之前,中国有一位选择性别转变的先行者,他的名字叫张克莎,张克莎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甚至比金星更加传奇。 他先后获得五位男性的深情宠爱,并与一位年长自己三十多岁的富商结为连理,张克莎进行变性手术的背后故事是什么,他是如何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 1982年,刚刚开启改革开放大门的东莞,一位名叫张克莎的厂妹在当地家玩具厂工作,她五官精致,身形苗条,穿着连衣裙和高跟鞋,头发烫成大波浪,是改革开放,追求时尚的女性形象的典范。 然而,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即便是酷暑难耐,她也总是裹得严严实实,洗澡时也常常躲开室友,这让工友们颇感疑惑。 毕竟在广东,夏季气温有时能高达三十多度,大家推测,或许是因为她来自北方,不习惯穿着暴露。 但实际上,张克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她生理上是男性,而心理上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女性,正因为这个秘密,张克莎一直无法真正做自己。 最终,她选择离开故乡,来到东莞这座城市,希望在这里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活出真正的自我。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尽管1982年,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社会对跨性别者的认知依然非常有限,甚至在今天也是如此。 因此,张克莎不得不伪装自己,但伪装总有被揭穿的风险,一旦真相大白,后果不堪设想,甚至可能面临监禁。 因此,张克莎始终小心翼翼地生活,尽管不乏追求者,但她都婉拒了。 在众多追求者中,玩具厂的肖老板最为特别,她是一位中年寡男,年龄比张克莎大出30岁。 张克莎,一个生理上的男性,自然不敢接受肖老板的追求,更不用说两人的年龄差距。 此时的张克莎,还在为自己的生理与心理性别的不一致感到苦恼。 她不知道的是,未来与肖老板之间,竟然还会有一段不平凡的缘分,张克莎的内心始终困扰着一个问题, 难道这一生就只能在隐秘中度过吗? 很快,在1982年的寒冬里,闲暇至于翻阅杂志的她,偶然间让一篇文章触动了心灵深处。 文章里,北京的阮芳妇医生详细阐述了,性别认同障碍。 这一诊断,这不正是描述着张克莎内心的挣扎吗? 长久以来困扰着自己的问题,似乎找到了答案。 张克莎毫不犹豫地写下一封信,寄往阮芳妇医生那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她原本以为这封信会如时辰大海般无回应,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阮芳妇医生很快便回信了,并告诉她。 她有望通过手术成为女性,知晓这一切的家人尝试阻止她去北京接受手术,这种反对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在当时,跨性别手术被视为难以接受,甚至是极端反传统的行为。 即便在今天,仍有许多跨性别者的家长无法接受孩子的性别认同,更何况,在那个时代,张克莎将成为首位接受此位手术的人。 张克莎深知,错过这次机会,她可能永远无法做回真正的自己,因此,她坚定地前往了阮医生的诊所。 阮医生兑现了承诺,在医院里,张克莎勇敢地走进手术室。 经过长达12小时的手术,她终于在生理上已成为了女性,实现了多年梦想的张克莎,坚决不再让生理性别成为她内心挣扎的原因。 她甚至去派出所,将户口本上的名字从张克莎正式更改为张克莎。 那么,张克莎是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性别与生理性别不符的呢? 1962年,出生于一个高干家庭的男孩,被命名为张克莎,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生活条件并不宽裕。 即便父亲曾是少将,张克莎也只能穿上哥哥姐姐们的旧衣服。 就在这时,张克莎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她偏爱穿着姐姐的裙子,而非哥哥的裤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更喜欢与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过家家等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女孩子的游戏,而不是参与打战类的游戏。 在大人们眼中,张克莎自小就显得文静,经常被戏称为小姑娘。 但她们不知道的是,张克莎内心深处,更认同自己是一名女性。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性别之间的差异开始愈发明显,张克莎的内心挣扎也随之加剧,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张克莎无法了解到LGBT群体的存在, 她只能感受到自己与传统男性形象的格格不入, 而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向往则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上厕所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内心坚信自己是女性,张克莎无法与其他男性一同使用男侧,身处这个世界。 张克莎的每一个日常选择,都似乎被她的生理性别所束缚, 尤其是在上厕所这件小事上,她只能在人际喊之时悄悄进入,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不幸的是,这一细节很快就被其他人察觉,从而成为了欺凌她的借口, 侮辱和孤立成了她的日常,使得她在男性的圈子里显得格格不入。 而学校的老师,在察觉到这一切后,选择了召见她的父母,暗示他们张克莎的与众不同。 在那个年代,对于跨性别者的理解几乎为零,任何偏离传统性别角色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异类,遭受排挤和嘲笑。 面对这样的困境,张克莎只能选择退回家中,内心深感自己是一个怪人,直到一次陪父亲就医,她遇到了肖强。 一位对她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接纳的人,肖强不仅没有嘲笑张克莎,反而告诉她可以通过手术来改变性别。 这让张克莎第一次感受到了被认同的喜悦,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的关系日益加深, 肖强甚至承诺要去国外学习变性手术的技术,希望未来能帮助张克莎。 但命运多舛,肖强被迫参军,并在随后的越南自卫反击战中壮烈牺牲,只留给张克莎一只遗留的口红。 对于张克莎而言,肖强的离世并没有终结她的探索之路,反而让她更坚定地报名参军,希望在军营的环境中找到自我。 然而,军营的严苛和传统并未使她变得更加。 张克莎、杨刚,相反,她的内心冲突愈发激烈,她在避开集体活动时偷偷注射雌性激素,甚至在军营中涂口红、留长发,以此表达对女性身份的向往。 尽管遭到上级的多次警告,甚至被强制注射雄性激素,张克莎仍旧坚持自我,拒绝屈服于他人的规范之下。 在军队认定她破坏的纪律风气后,张克莎被迫转业,转业军人通常能获得安排工作的机会,但张克莎却因性别认同遭遇了难题。 当张克莎以女性形象出现在办事处时,档案中的性别却显示为,难,张克莎拒绝接受这一性别标签,导致办事处无法为她办理转业手续。 于是,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张克莎南下,化身东莞的一名厂妹,在助力中国变性手术取得重大进展后,相关部门在她的家乡为张克莎安排了贵员职位。 刚开始,张克莎愉快地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不过,她的变性秘密很快就被揭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变性者持有更多的偏见与好奇,许多人特地前往她的柜台,好奇地观赏。 正当张克莎难以承受众人目光时,一个名叫陈平的男性出现了,她思想先进,不仅完全接纳了张克莎,还在各个场合为她辩护。 张克莎和陈平相爱了,并很快考虑结婚。 但是,当陈平的父母得知张克莎是变性者时,一切变得复杂,他们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固执地认为婚姻必须要有后代。 尽管陈平坚持,但张克莎不愿成为她的负担,选择再次南下,来到东莞。 这一次,她决定与萧老板结婚,条件是她要带她去香港,一个没有人知道,张克莎的地方。 萧老板同意了,张克莎在香港开始了新生活,成为了一名时装模特。 然而,当萧老板不满她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张克莎改行做销售,成绩斐然。 在香港,张克莎遇到了阿珊,一个年轻有为的男性,与萧老板不同,阿珊的出现让张克莎心动。 她开始秘密与阿珊交往,既感到甜蜜又充满负罪感,这段关系最终因一位老乡的到来而结束。 这位老乡发现,张克莎在香港的成功,心生嫉妒,以泄露她的变性秘密为威胁,敲诈勒索。 张克莎不得不屈服于老乡日益增长的贪婪,无力满足其要求。 张克莎决定向阿珊揭露真相,遗憾的是,阿珊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导致两人的关系告终。 为了避开乡亲们的目光,张克莎向萧老板提出想前往台湾寻找新的机遇,并因此离开了香港。 萧老板后来身患重病,考虑到不想成为张克莎的负担,她提出了离婚。 然而,张克莎并未选择离开,反而定期为她寄去医药费,并聘请了保姆照料她,直至她去世。 这是她对萧老板深情的回报。 在台湾,张克莎开设了一家表现不俗的餐馆,并结识了阿豪。 阿豪是个比张克莎年轻的小混混,处于对她不信命运的同情,两人之间产生了情感的火花。 同居之后,张克莎如同对待丈夫一般照顾阿豪,两人似乎是一对恩爱的伴侣。 然而,阿豪对现状感到不满,并继续涉足与军火有关的犯罪活动。 尽管张克莎劝说无效,阿豪最终还是被捕,标志着张克莎生命中最后一段感情的结束。 2002年,张克莎决定返回长沙,并勇敢地公开了自己作为变性者的身份,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创作了女人梦。 作为中国第一个公开的变性者,张克莎的一生无疑充满了传奇色彩,她在寻找一个能接纳她的地方的过程中辗转祖国各地。 在她的感情生活中,有的男性能够接受她的身份,有的则不能,还有的甚至一生都不会知道她曾是男性,人生短暂。 许多人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敢追求或承认真正的自我,张克莎的情感经历虽复杂,但她是幸运的,她不仅有勇气成为中国首位变性者,还有机会接受变性手术。 需要认识到,很多跨性别者因为经济、家庭等原因无法让自己的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一致,他们只能在挣扎中度过一生。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也应该展现更大的包容心,接纳自己或他人与众不同的特质。